上海地鐵追尾意外 涉及故障的信號系統 香港、深圳、廣州、北京等地多條鐵路都有採用 由同一供應商卡斯柯信號有限公司製造 有人擔心香港會不會發生類似的事件 但有研究開本港鐵路電機工程的學者說 上海地鐵10號線發生信號故障之後 系統仍然處於安全的狀態 地鐵追尾的主因和信號系統無關 信號系統最重要的地方就是 即使他失靈時 他也通知到司機或有關當局 他現在量度的數據或出來的數據是不準確的 說給司機或有關的工程師 你不要再相信我了 我不可以再給一個準確的數據出來 所以請你用人手控制 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信號系統都是安全的 雖然他不方便 因為他不可以自動控制火車 內地傳媒報導 事故裏面後面的列車收到通知之後 仍然以每小時10公里的時速撞向前面的列車 何笑留止 10公里的時速相當慢 加上人手操控的程序並不複雜 正常情況下列車一定停到 和普通人跑步的速度差不多多一倍左右 所以其實真的很慢 我們預算很快便停到 大致上其實應該是幾十米 甚至50米已經停到 所以我們肯定看到前面 他認為這次意外 很大機會是人為失誤 和殺車系統失靈導致 學者又說 由於集體運輸系統在下量大 列車除了要有好的硬件之外 甚麼人才培訓和管理水平方面 都要配合得好 才可以減少意外的發生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黃婷婷報導